自为全球第一款五代隐身战斗机 F22猛禽拥有太多的光环 但是显然没有任何一款武器都是无血可击的 军事评论员罗伯托法利近日在知名媒体上发表文章称 真正的F22隐身战斗机问题没有人敢问 文章称F22自2005年服役以来 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空中优势战斗机 但是F22并没有生产多少 2009年仅生产187架就停产 随后美军将更大的资源投入到F35战斗机上 但是有意思的是 2009年F22果真是因为战略需求而终止生产吗 事实可能同美军宣称的有出入 要知道在2009年 俄罗斯的五代战机PAKFA战机已经开始研发 其实美国海军情报部门也已经确定 G20也处于研发状态 这样的情况下 美军不应该生产更多的F22 应对PAKFA战机和G20吗 价格肯定不是问题 对于美军的计划而言 停产F22之后是准备采购2400多件F35 却F22之所以价格高是因为产量太少 打致分摊的研发成本高达1亿美元以上 至少在美军的眼里 F22是比F35要高出一个等级的 否则日本人差不多是苦苦挨酒之下 也一击难求 相对来说 F35是出售到全球 甚至连印度人都可以买得到 这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为什么要停止生产F22 甚至在2017年讨论重开F22生产线的时候 也被否决掉 罗伯托法律说道 F22实际面临的问题是巨大 任何畅新战斗机都会面临迅速的延迟问题 至于1992年启动的F22项目 对于目前的数字化时代来说落后了 过去的30年 数字化时代的来临 让F22战斗机的电子设备 通知能力显得过于老旧 但是同F35不同的是 F22并不是先进的模块化生产方式 以至于升级将会变得非常困难 成本高昂 这也是2009年停产 以及2017年重启F22生产线计划被搁浅的原因 之所以罗伯托法律说真正的 F22隐身战斗机的问题没有人敢问 不仅仅是数字化时代 让F22已经落后的问题 而是当初美军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在最初YF22和YF23竞争之际 YF23更具有技术的前瞻性 和更好的隐身能力 但是美军害怕新技术的风险 以及其他原因 最终选择了洛克希德马丁的F22 而不是诺斯罗普格鲁曼的YF23